它是Delay而已 本來是延誤 現在是延誤到下午3點多 行程有受影響嗎 本來是1點半 本來是1點半 本來是不是有告訴人說取消了 沒有 一直都沒取消 它只是延誤而已 那你們怎麼那麼早來機場 本來是1點半的飛機 本來沒有取消 後來才說改時間 改時間而已 你們現在這段時間就是在機場等嗎 就在機場等 12點半 針對這次罷工事件你們有什麼想法 你會受到影響 沒有影響 時間上很不方便 一個多小時 兩個小時 會不會擔心到時候回來或回來 應當不會吧 應當不會就擔心這個 是 大哥是今天要飛嗎 今天 對啊 CI703 那是取消了嗎 沒有 沒有取消 就是延誤 那會不會擔心就是有可能 不會啦 可能是 那如果就是 因為機場 你普遍已經有20個航班受到影響了嗎 你覺得旅客心情是有受到影響嗎 當然受到影響 被擔心 被延誤時間當然會不舒服 所以原本是幾點才改到幾點 1點半嘛 起飛 現在改到3點 3點點幾點 那你覺得華航工會現在做法 跟華航公司在 沒有 沒有注意 沒有注意 我只是看新聞報導這樣 他是說取消 但是後來又沒有取消這樣子 罷工嘛 大哥貴姓 我姓陳 陳先生 謝謝 謝謝 謝謝